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当王一博遇到杨幂,部署怎么办? 杨幂尽险前被风范点头打招呼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会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社交小圈子 无论是一般人还是大明星们 现在要是说到杨幂和王一博 相信大家都是不会陌生的了 两位都是当下娱乐圈最红的明星 拥有着极高热度,也都是人们眼中的顶级流量 两位人气都非常高,拥有以数千万计的大量粉丝 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不低的成就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两位都很优秀的大明星 却几乎是从来都没有合作过一次 两人因为都是当红明星 经常会被邀请到一些大型活动中 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就,有机会看到他们同框的画面了 比如这几年都办得非常隆重的星光大赏 星光大赏每年都会邀请很多顶级流量明星 而像杨幂和王一博这样的,艺人自然也是不会缺席的 而对于明星们来说,特别是女明星们,出席这种活动都是需要费很多心思的 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毕竟这种时候经常都是女明星们争其斗艳的时刻 作为娱乐圈红毯女王,杨幂无论出席什么类型的晚会盛典 她的装发造型都能够在网上引起一阵轰动 小料,毕竟是什么成熟美艳饭儿,还是甜美清新饭儿 杨幂都能够完美地诠释出来,可谓是行走的衣架子 所以杨幂在出席某场星光大赏的时候,也是非常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但玩走红毯的时候,她身穿了一条粉丝的抹胸蓬蓬裙 这身礼服造型相对来说,更加偏向于甜美少女感 不得不说真的太适合她了,轻杀质地的裙百菜绕出的仙气 恰好和杨幂的气质契合 而当晚的王一波对这场活动也同样看重 所以在穿着上也是用了不少心思 一件粉色滚边软的外套,搭配一个小领结 整个人看起来也是优雅又金贵 而脚上则是搭配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 还因此在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毕竟内地娱乐圈的男明星,少见有穿这种款式的鞋子的 两人身为主办方都非常看好的艺人 还同台领了奖,但大家也知道 明星们面对镜头的时候都更愿意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所以有些缺少真实性 而要看到明星们最真实的一面 莫过于去看一些路人拍摄的后台视频 巧的是人们翻看一些路人拍的后台视频时 居然发现杨幂在后台和王一博巧遇了 因为两人从来没有过合作 所以大家也都特别好奇两人的关系如何 所以杨幂在活动后台巧遇王一博 大家都很注意杨幂的态度 之所以注意杨幂的态度 是因为杨幂相比王一博 来说出道时长要长得多 可以说是王一博的大前辈了 大家也知道娱乐圈里经常有明星因为是前辈就耍大牌的事情 所以从杨幂如何对待王一博 也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如何 视频中杨幂和他的团队走在人群中 期间他还遇到了自己的好姐妹热巴 只见他顿时的笑开了眼 两人还说了几包话 然后各自分开 杨幂到达地方时 王一博也刚好在那等候出场 首先大家能感觉到的是两人确实不熟 王一博本身有些怕生 在看到杨幂之后有些无错 但这个时候有谁注意 杨幂对待王一博的态度 只见杨幂率先跟王一博点头打了招呼 而王一博这个时候才点头回应杨幂的打招呼 不得不说两个不熟 又都是比较慢热的人带在一个空间 场面一时间也是尴尬无比 杨幂出道这些年经常被 黑粉破脏水说他爱耍大牌 但从这次大家也能看出 杨幂私下还是比较谦虚的 还会对后背主动打招呼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